美国总统拜登又困了吗 出席气候峰会 别人在演讲 他老兄双手抱胸 眼睛居然闭了起来 这一闭就过了七秒钟 拜登努力挣扎 死命张开双眼 但才过三秒钟 立刻又睡着 这回一睡就是23秒 眼睛都没张开 只见他微微点头 呼吸平稳 看起来真的睡着了 直到幕僚上前 拜登才突然惊醒 揉揉眼睛感觉相当疲累 但前后加起来 已经睡了30秒钟 不知打瞌睡 拜登这回出席G20 和气候峰会 也频频道歉 除了替川普道歉 批评他当年 不该退出气候协定 在稍早闭幕的G20峰会 拜登则是又迟到了 闭幕记者会 让媒体等了二十几分钟 拜登把持刀大王的责任 统统推给电梯 其实不只拜登接连猝区 就连优雅的英国王室 查尔斯王子 也在气候峰会上出了球 全场目光中走上舞台 一步两步第三步 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 幸好即时稳住 否则这尴尬场面 还真难以收拾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